欢迎来到我们的选举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纽约这座曾让特朗普成名的城市 如今却成了他的噩梦 特朗普在纽约遭遇了一连串的法律打击 最新的形式指控可能会让他面临监禁 这对他的公共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 尽管他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仍然领先民调 接下来 我们转向南非 前总统雅各布 祖马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威胁采取法律行动阻止选举结果的公布 祖马的政党提交了证据 指控选举中存在广泛的不规则行为 并呼吁重新进行选举 这一消息使得南非的政治局势更加紧张 最后 我们来到印度 出口民调显示 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 有望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新胜利 这将是莫迪第三次连任 并且他的政党联盟 可能会获得超过所需的多数席位 这将使他们能够推动更广泛的宪法改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悉尼《陈锋报》报道 纽约市曾是唐纳德 特朗普的游乐场 是他成名并将其名字贴满全城的地方 然而 如今这座城市却成了他的战场 而特朗普一再败北 今年 特朗普在这座曾经的故乡 接连遭受重创 首先是一项性侵指控 其次是超过4.5亿美元的判决 最后是34项重罪指控 这些指控可能导致他在纽约入狱 纽约市民对他的态度也愈发冷淡 许多人认为他已经过时 甚至对他搬到佛罗里达州感到高兴 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判决进行了严厉批评 并表示将上诉 但他也承认这些指控打击了 他作为金融大师的形象 纽约市民对判决的反应各异 有人感到欣慰 有人则认为这是特朗普自作自受 华盛顿邮报报道 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 布拉格在法庭上看着陪审团宣布 对特朗普的34项罪名成立 这一刻标志着布拉格在历史书中的地位 布拉格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批评 坚定地推进对特朗普的起诉 尽管一些人认为案件薄弱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则声称这是政治迫害 但布拉格坚持认为他的法律理论是合理的 布拉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们的工作是根据事实和法律形势 并对他的团队 陪审团 警察和法院系统表示感谢 布拉格的起诉是 美国历史上首次对前总统提出刑事指控 他的团队通过大量证据证明了 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前 隐瞒向成人片女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 支付Hashmoney的事实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和威胁 布拉格始终保持低调 专注于法律工作 多伦多星报报道 南非前总统雅各布 祖马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 阻止南非选举结果的公布 要求先解决其党派提出的选举舞弊指控 祖马的Yunkanto V6V党 在此次选举中成为第三大政治力量 而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 则首次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 祖马声称 选举委员会的IT系统 在周六出现技术故障时遭到篡改 但他并未详细说明指控的具体内容 选举委员会回应称 已收到总计579项来自选民和政党的投诉 并表示将按计划在周日宣布正式选举结果 祖马警告说 如果在未解决指控的情况下宣布结果 将会激怒他们 日本时报报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党派 在印度大选中有望取得压倒性胜利 连续第三次赢得多数席位 多家出口民调显示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 和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 将赢得远超所需的272个席位 确保在印度543席的下议院中占据多数 莫迪在出口民调结果公布后宣布胜利 称执政党的政绩 特别是在贫困选民中引起了共鸣 正式选举结果将于6月4日公布 南华早报指出 印度总理莫迪的印度人民党BJP领导的联盟 在刚结束的大选中 预计将赢得大多数席位 出口民调显示 他们可能获得543席下议院中的三分之二多数 这将允许政府进行宪法修正 进一步巩固其权力 五大出口民调的总结显示 NDA可能赢得353到401个席位 远超2019年大选时的353席 尽管出口民调在印度的准确性常被质疑 但市场分析师认为 这一结果消除了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在周一引发市场大涨 莫迪在投票结束后的首次发言中表示 印度人民以创纪录的投票率 重新选举了NDA政府 而反对派则指责出口民调不科学 称其为政府出口民调 日经亚洲报道 澳大利亚最富有的女性吉娜·莱因哈特 因两幅肖像化引发争议 这些肖像由获奖艺术家文森特·纳玛吉拉创作 并在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展出 莱因哈特的财富来自于 他将父亲遗留的铁矿业务 转变为巨大的现金机器 他支持右翼事业 并在澳大利亚保守政治中拥有巨大影响力 纳玛吉拉的作品《澳大利亚的颜色》 2021展示了包括莱因哈特在内的20个人物 尽管肖像化在阿德莱德的周历画廊展出数月后 才引起莱因哈特极其盟友的反对 尽管如此 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坚持艺术自由 展览吸引了大量观众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 纳玛吉拉的作品反映了种族和权力关系 标志着澳大利亚当代艺术的黄金时期 Yahoo US北达科他州国务卿迈克尔 郝与他的团队周五在大福克斯帮助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投票设备测试 这些设备将用于6月11日的初选提前投票 全周53个县都将进行类似的测试 以确保设备的准确性 安全性和可靠性 大福克斯县审计员戴比尼尔森详细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 在投票前对设备进行的严格检查流程 测试使用了1258张测试选票 这些选票不计入最终统计 但帮助确保设备正常工作 如果选票损坏无法被机器读取 还有双党委员会会重置选票 以确保每一张有效选票都被计算在内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前财长乔什 弗莱登伯格正在考虑在下次选举中重返联邦政坛 虽然自由党已预选了31岁的前金融专业人士 阿米利亚·哈默作为候选人 但弗莱登伯格可能需要维多利亚州自由党行政委员会 重新开启预选程序 这引发了党内部分成员的反对 弗莱登伯格曾被认为是自由党领导层的潜在候选人 目前担任高盛澳大利亚的主席 并主持了一部关于反犹太主义的纪录片 新选区边界提案使得他可能更有机会赢回失去的席位 但党内的支持和反对声都在增加 The Independent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 工党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达到了 自立资特拉斯下台以来的最高水平 由Opinion进行的调查显示 基尔斯塔莫领导的工党支持率上升至45% 而保守党则下降至25% 这预示着工党有望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尽管首相李希 苏纳克宣布了国家服务义务和养老金税减免等政策 但这些举措未能引起选民共鸣 民调还显示 斯塔莫在谁是最佳首相的问题上领先苏纳克16个百分点 选民对保守党的信任度下降 认为国家服务计划是个坏主意 而工党在健康、住房和经济等主要议题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BBC 欧洲议会选举即将到来 欧洲各国的选民将通过投票表达他们对国家现状的看法 不同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 但右翼和极右翼政党普遍有望获得更多支持 在法国 28岁的极右翼领导人乔丹 巴德拉有望大获全胜 而总统马克龙的政党则面临严峻挑战 比利时的选举则更加复杂 民众要选举七个不同议会的议员 联邦选举尤其引人关注 因为极右翼弗拉姆斯利益党可能会赢得弗兰德斯地区的独立 从而导致比利时的解体 波兰的选举也备受关注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改变了波兰人的未来观 导致国家安全成为竞选的核心议题 BBC 印度的选举是全球最大的选举 历时六周 竞选过程常常在炙热的高温下进行 此次选举的关键问题和重要时刻是什么 BBC的克里斯蒂安·帕金森详细讲述了这次选举的重点 选举过程中 人工智能的使用 逮捕和指控频繁出现 成为选民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尽管选举规模庞大 但选民们依然热情高涨 积极参与投票 展示了印度民主的活力与挑战 Toronto Star 唐纳德 特朗普的定罪 让人们对美国司法系统恢复了一些信心 但拯救美国民主的战斗远未结束 曼哈顿的一个陪审团 在面对历史中压和被告的知名度时 仍然坚定地做出了公正的裁决 特朗普被判34项罪名成立 然而 这一判决也引发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恐惧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正在利用这一定罪 进行政治动员 威胁要摧毁已经岌岌可危的美国民主制度 与此同时 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法官 也因接受礼物和参与政治活动而受到质疑 特朗普的定罪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但未来的挑战依然严峻 选民们需要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保护这些脆弱的民主制度 《卫报》报道 成人隐形斯托米 丹尼尔斯呼吁将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入狱 此前他被判犯有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 丹尼尔斯在接受《星期日经报》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应该被判处监禁和社区服务 比如在女性庇护所当志愿者 他透露 自从曝光特朗普曾在2016年大选前通过他的律师 支付给他13万美元以换取他对两人关系保持沉默后 他一直受到特朗普支持者的死亡威胁 丹尼尔斯表示 尽管特朗普被判有罪 但他仍需面对这些威胁和压力 纽约法院的陪审团在不到12小时的审议后 迅速做出了对特朗普的定罪 这标志着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政治前景面临危险 雅虎美国报道 两天后 爱荷华州的共和党人在德梅因集会 支持刚被判犯有34项罪名的特朗普 爱荷华州参议员乔尼·恩斯特 在他的年度筹款活动烤肉与骑行中表示 特朗普的定罪是政治迫害 并呼吁恢复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尽管特朗普被判有罪 爱荷华州的共和党人仍然坚定地支持他 并呼吁选民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投票支持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 活动中 恩斯特还介绍了德克萨斯州众议员维斯利·亨特 他被视为特朗普潜在的副总统候选人之一 亨特表示 他的目标是确保特朗普再次当选 而不是追求个人政治野心 雅虎美国报道 华盛顿特区律师协会的职业责任委员会 建议吊销鲁迪·朱利安尼的律师资格 理由是他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 试图推翻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结果 委员会认为 朱利安尼违反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职业道德规范 应该被取消律师资格 这一建议将提交给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 由其决定是否吊销朱利安尼的律师执照 朱利安尼的发言人特德·古德曼将这一决定 归咎于党派民主党人 并表示此举旨旨在阻止律师为特朗普等客户辩护 朱利安尼的律师执照在纽约已经被暂停 原因是他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 发表了明显虚假和误导性的言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